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收看《行目不离》 你知道人的眼睛可以看到700万种颜色吗 其中最佳的颜色搭配可以减少视觉疲劳和放松身心 而这座世界上最幸福的房子快乐里兹之家 看起来好像超现实的卡通场景 绝美的色彩搭配时刻散发着快乐的情绪 就好像是一个活力新奇色彩缤纷的童话景地 在拥有丰富文化遗产的德国古城布伦维克的办公区 这几座小朋友最喜欢的卡通房子 由三座形态图案颜色各不相同的建筑组成 同时也为肃穆的布伦维克老城增添了几分量力 2001年美国艺术家詹姆斯·里兹和建筑师康勒德·可罗斯特 以及绘画收藏家奥拉夫·杰西卡 运入各种大胆创意 花了两年时间打造出这座快乐里兹之家 外墙以卡通涂鸦为主 鲜明的色块品成各种有趣的卡通表情 其中还点缀着立体拼贴装饰 偶遇快乐里兹之家的人总会有一种误入神奇秘境的错觉 最初这种创意因为不符合欧洲传统建筑风格 而并不受当地一些老年人的欢迎 但建成后当人们看到有甜美的马拉隆色系搭配出来的房子 不但非常有童趣 而且还会使每个人都感到莫名的愉快 进而大家都越来越喜欢这座快乐小屋了 目前快乐里兹之家也已经成为了布伦维克市著名的旅游景点之一 而这座童话大楼也真正打破了普通写字楼冰凉冷箍的形象 其实詹姆斯·里兹的艺术在第一眼看上去 很可能会被误认为是儿童卡通 因为里兹总在他的作品中融入儿童艺术的新鲜与活力 美国流行波普艺术家詹姆斯·里兹 于1950年出生于纽约布鲁克林 里兹有一句人生格言 过去是历史明天是个谜今天是个礼物 他用一生的时间创造了一个真正的艺术品牌 并成功运用到汉沙航空里兹鸟和大众卡通甲克城 等各种商业设计当中 但不幸的是里兹于2011年在纽约的SOHO工作室中去世了 而这座快乐里兹之家则是里兹最大的一幅作品 看到这座世界上最幸福的房子 你会感到快乐健康和幸福吗 来自旅行长一点知识有什么问题请留言欢迎转发点个赞 最后别忘了下期内容更精彩 我们行影不离